2008年 湘江琪女郑玉玲 正是和自己谈了16年的男朋友吕芳分手 对于明星来说 分手可不仅仅是拍拍屁股走人那么简单 还牵扯到对财产的分割 吕芳表示 分手可以 开了16年的宝马我也要开走 郑玉玲则霸气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没门 想都不要想 谁能想到如今多年过去 郑玉玲居然被冠以滥娇之名 甚至还被爆出出柜游女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 郑玉玲的女友是近日由牧村拓栽主演的日剧 迈向未来的倒数十秒钟的女主 之所以谈到这个 还是因为近日适逢体育男神于德成离朝旧公司后 登上了郑玉玲主持的节目 口水多过浪花 在其中一档节目里 两人不但在镜头前大放笑谈 还侃侃而谈热播日剧 迈向未来的倒数十秒 期间郑玉玲不但自认女友 激赞剧中女主角表现突出 还坦言与牧村情定1996年 其实所谓的滥娇 女友不过都是玩笑话罢了 可郑玉玲的情感经历确实十分不一般 作为香港演艺圈里第一个夺得 史后与影后的女性 郑玉玲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出身频繁的她 全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大姐大的位置 从1975年进入演员训练班的那一刻起 郑玉玲就像一个发动机 一刻不停地工作 舞台剧 电影 电视剧 主持人 歌手 只要郑玉玲想走 她就一定会去做出一番成绩 不比一些漂亮花瓶 郑玉玲性格强势 有非常旺的上级性 如果事业的梯子没有限制 她会无止境地往上爬 1988年 郑玉玲和张曼玉 钟楚红 一起出演了月亮 星星 太阳 她力压另两位优秀女演员 杀进了金马奖候选名单 素有霸道女总裁之称的刘嘉玲 多次提到郑玉玲都会放低姿态 一副乖巧的模样 尽管两人后来也成为了朋友 但谁能想到 曾经的刘嘉玲还遭遇过 大姐郑玉玲的劈头痛骂 1986年 在刘嘉玲成名剧《流氓大亨》中 女主角正是已经当红的郑玉玲 一次拍摄 刘嘉玲总是记不住台词 郑玉玲等不住了 很严肃也很直接地 就怼到刘嘉玲脸上 刘嘉玲回忆说 那个时候我也还是新人 记不了台词 她就叫我回家看完剧本再来拍 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很多 但最有名的场面少不了2013年的第4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郑玉玲和内地一位男演员一起颁奖 但一上台 两人开始互动时 郑玉玲就给了对方一个小男看 你今天晚上穿的这是睡衣吧 话一出 台下不少人开始发笑 好在对方反应很快 三言两语便化解了尴尬挽回了场面 虽说郑玉玲的话也许并无恶意 但她这样兴致口快的性子 也确实让她很难交到很好的朋友 当然 除了友谊 感情上面郑玉玲也算是走得非常艰辛 1979年 在拍摄影片时 郑玉玲认识了当时香港最有才气的编剧甘国亮 一直热衷事业的郑玉玲 很快就被这个有才华的男人吸引 两人也是情投意合没多久 便确认了恋人关系 初次在一起时 周围的人无不赞叹这对才子家人的组合 郑玉玲的长相不说有多绝美 但独有的气质趁得她很出众 和甘国亮在一起 他们二人是圈中能力势均力敌的情侣 郑玉玲不喜欢依靠别人 更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自己能办的事 绝不找人帮忙 尽管和甘国亮的感情稳定 两人也渐渐地在一起走过了十年的光阴 可聚少离多又缺乏交流 郑玉玲和甘国亮最终还是有缘五分 在1990年结束了十年的爱情长跑 其实这段感情 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非常刻骨铭心 郑玉玲也曾说过 她和甘国亮的性格太像了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反而没那么快乐 分手后 甘国亮曾透露过与郑玉玲的恋爱经历 十年时间里 两人居然是以波拉图式的爱情模式在相处 因为郑玉玲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她坚持拒绝婚前性行为 听完甘国亮的话 人人都以为他们分手的原因是郑玉玲的选择导致的 可多年后 甘国亮被拍到和男性朋友亲密无间 人们这才知道 原来他们二人不仅仅是爱情观不同 连性别取向也是完全的悖逆 告别甘国亮后 郑玉玲的第二段恋情更像是一场狗血的剧情 机缘巧合下 郑玉玲和歌手吕芳相识相恋 吕芳虽说是歌手 但事业发展的一般 除了一首《朋友别哭》还算有热度之外 再没有别的值得认可的代表作了 几次在一些影视作品中 她也只能奄奄小配角 吕芳不仅事业一般 长相也很普通 在郑玉玲高挑身材的对比下 吕芳的小矮个儿更为明显 当时媒体还为这对身高相差悬殊的情侣 取了个打笑的外号 长短角之恋 比起和甘国亮的恋爱 这一次的郑玉玲和吕芳持不看好的人数 远超于祝福的人数 彼时的郑玉玲 正是香港演艺圈大红大紫的女星 吕芳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可那时郑玉玲已经34岁 打拼多年吃了不少苦的她 内心却是渴望安定 尽管外界不看好这段恋情 她还是愿意赌一把 不过 吕芳和她相差的不仅仅是身高和事业发展 两人的心性更是没法比 郑玉玲事业心强 独立又有干劲 吕芳好像已经习惯了自己不温不火的样子 所以即使是郑玉玲多次为她拉资源 扶持她的事业 可她自己不争气 无奈之下 郑玉玲放弃推着男友进步 干脆让她回家当其家庭主妇 郑玉玲每个月都会拿很多生活费给旅方 这样男主内女主外的组合 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女强男弱的郑玉玲和吕芳 却还是跌跌撞撞挣扎着在一起了16年 16年 足以养大一个孩子了 可郑玉玲和吕芳却走不进婚姻的殿堂 2008年 郑玉玲的第二次爱情长跑宣告失败 吕芳在和郑玉玲分道扬镳后 活速和别的女子共接恋力 而这16年的爱情后 郑玉玲仿佛也早就给自己的人生下了定义 这辈子不结婚不生育 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 才会让一个女人坚定地选择不婚不育 两段恋情 一段十年 一段十六年 如果不爱或者是不享有结局 又何苦一直纠缠下去呢 郑玉玲的身上有远比这两段恋情更艰辛的经历 香港演艺圈里不少大明星都有着贫苦出身 艰苦奋斗的类似经历 郑玉玲也有 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 后来父亲更是狠心将他们母子三人抛下 能力微弱的母亲要供养他和弟弟吃喝 上学 日子苦不堪言 后来上初中时母亲实在负担不起他和弟弟的学费 郑玉玲便告别了学堂走向了社会 圈里熟悉郑玉玲的人都知道 她有一个特性 就是爱钱 她既赚钱也省钱 钱对她来说才是真正能带给自己安全感的东西 父亲的狠心与不负责深深刺痛了郑玉玲 她恨的同时也在惧怕 她不敢对婚姻和家庭抱有好感与期望 曾有媒体询问郑玉玲 有没有为自己选择不婚不育后悔过 她的回答是 也许自己这一生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 但唯有两件事一定不会错 那就是不结婚和不生孩子 每当郑玉玲站在漆黑的录音棚里 她都会想起童年时的自己 就更加庆幸做了这个决定 郑玉玲确实做到了 如今年过花甲 截然一身 虽有收过干女儿 但更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有空就和好友一起聚聚会 心情不错便在网上分享一下自己的穿搭 无拘无束 潇洒快乐 如果没有小时候的遭遇 如果父亲没有逃跑 而选择了留下 相信即使日子过得苦 至少郑玉玲的心里也不会那么痛 婚姻和家庭永远都是两个掰扯不清的话题 对郑玉玲来说 她自己受到了家庭的伤害 她不想再在婚姻里受伤 但实际上 那两段加起来占据了她人生三分之一的恋情 又何尝不时再为婚姻试水 只是运气不佳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爱情长跑后 更加坚定了郑玉玲不婚不育的想法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她虽然没有走寻常人都会走的路 但依旧活出了精彩的自我 我们也祝愿她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 更好地享受自己的生活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